2000年,安阳,这个河南的古城,萧瑟而又凄凉,似乎就连空气也带了些许沉闷的意味。 萧大泉便生活在这座城里,他原本是工厂的普通工人,日子虽然清苦,但也还算过得去,可最近他下了岗,依然是身无分文,在这个年代,生存远比生活困难得多。 萧大泉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着,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 走着走着,夜幕降临了,他来到面摊前,拒绝负重空虚,可摸了摸口袋,还是尴尬地离开了。 一碗面两块钱,他该到哪儿去倒腾呢? 萧大泉思索再三,便回家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,最终也只寻到了工厂的菜票。 无奈之下,他便想着找人换成现金,接连走访了好几家,遭受了无数白眼。 萧大泉终于用了三十四块的菜票,换来了三十块钱。 这年头,钱是真能要了人的命。 随后,萧大泉便连忙拿着钱来到面摊,他已经鸡成碌碌,想想那鲜香美味的面条,他有些安耐不住了。 可就在这时,老板把一个墙堡中的婴儿塞给了他。 萧大泉有些惊讶,便问老板,这是不是他家孩子? 但老板的回答却让他难以置信,老板不嫌不淡地回了句,这是刚才吃饭的人放在这儿的,没人回来找。 萧大泉一听就猜出了个大概,这不就是七婴吗? 让这么小的孩子遭遂,也是缺德。 他越发可怜起怀中的孩子,不禁端想起了孩子的模样。 随后便在孩子的墙堡里看到,放着一张纸条,请好心人收养,每月有两百元抚养费,还附上了一串传呼号码。 对囊中羞涩的萧大泉来说,两百块可不是个小数目。 他琢磨着自己正缺钱,而且老来无办,何不如收养了这个孩子,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。 于是,萧大泉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拉面,等到临走的时候,便问了面摊老板,要不要这孩子。 老板避之不及,他就顺理成章地把孩子接了过来。 萧大泉已经是不惑之年了,但他还是个孤家寡人,生活本来就枯燥无味。 更别说,最近还失去了经济来源,他的精神也就越来越差了。 但如今,这个孩子不仅能给他带来钱,还能做个伴,岂不美哉。 萧大泉不乏轻快,神采奕奕地抱着孩子回到了家。 发现这孩子居然还是个男孩,萧大泉就更加高兴了。 可萧大泉毕竟是个五大三粗的操汉子,自然照顾不来这么年幼的孩子。 孩子一哭,他就没辙了,只得弄来一碗糖水,哄了哄哭闹不停的孩子。 但他费尽心思,还是毫无成效。 一时间,萧大泉不禁感慨万千。 第二天清晨,萧大泉便到市场买了个奶瓶,装了点牛奶,喂给了这个可怜兮兮的孩子。 总算是止住了那绵绵不绝的苦恼声。 见状,萧大泉就抱着孩子去打电话了,他也不怕遇到熟人,反正就说是帮亲戚照顾的,也没人会多想。 萧大泉来到公共电话前,按着纸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,双方约定了会面地点。 不一会儿,一名女子就来到了萧大泉面前。 女子一露面,就嘟囔了一句,嫌弃萧大泉把孩子裹得太紧。 萧大泉只好赶紧把强保送了送,让孩子透透气。 交谈一番后,女子神情略显犹豫,似乎不太放心。 觉得萧大泉是个操汉子,可能无法照顾好孩子。 眼看女子有些不情愿,萧大泉有些纳闷,自己丢了孩子还会担心别人照顾不好,纵使有万般不满。 萧大泉也只得硬撑着,毕竟她还指望着那两百块钱过活呢。 饭后,女子从包里拿出了两百块钱,交到了萧大泉手上,交代道, 这是孩子的抚养费,多买点好吃的,都别饿着。 接着,两人走出了面馆,分道扬镳,各自讨生活去了。 女子名叫冯彦丽,也是个农村出身的苦命人,为生活所迫,不得已就做了些见不得光的工作, 在城里的一家按摩城上班,夜里便住在一个又脏又乱的宿舍, 结了工资,就给弟弟打钱,供弟弟读书。 她本也是个清白女子,可生活却生生逼得她,走上了不归路。 那天晚上,按摩城来了个喝得醉熏熏的客人,指名道姓地要让燕丽来陪酒。 燕丽赶忙过来,一看才发现,此人正是孩子的亲生父亲,也是附近黑社会的老大。 老大一见到燕丽,就抓着她不放,但燕丽似乎并不乐于与她亲近,竟然一把,就把她推翻在地。 老大也不恼,只是责怪燕丽和别的男人上了床,说着,就让燕丽把赚来的钱都交出来。 而燕丽也不甘示弱,恶狠狠地说道,我的钱都拿去养你的兔崽子了。 与此同时,拿到钱的肖大全,制办了一些生活用品,还在街边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。 200块钱也算是用到了实处。 平日里,肖大全就把热好的牛奶灌进奶瓶,把孩子放在小摊旁边,一边照顾孩子,一边修车,赚钱养娃两不耽误。 每每有人问起孩子的来历,他就谎称是亲戚家的。 这天,肖大全的朋友来看望他,一见面就说,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。 肖大全有些慌神了,自己已经40岁,是该着急这事了。 但自己要啥没啥,现如今还拖着个累赘,谁能看得上自己呢? 夜深人静的时候,肖大全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。 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养孩子的事情过于冲动,肖大全决定再和孩子的母亲好好谈一谈。 于是,肖大全和燕丽又在饭馆里见面了。 多日未见,燕丽一看到孩子就想抱抱他,可是孩子一到母亲怀里就嚎啕大哭。 怎么也止不住,燕丽只好赶紧掀开衣服,给孩子喂了奶。 孩子立马就安静了下来。 肖大全一看,孩子确实也离不开母亲,便把自己想要归还孩子的想法说了出来。 燕丽愣了愣神,显然有些气恼。 最终,燕丽和肖大全睡了一觉,这事儿也就暂时搁了下来。 春宵苦短,一夜过后,两人还是要为生活奔波。 眼看两人都已经睡在了一起,肖大全便提议,让燕丽不要再去做小姐了,和她一起生活,把日子好好过下去。 可是燕丽怎么也不肯,她没本事,又能拿什么养家。 肖大全被这话堵得哑口无言,只好妥协了,让燕丽白天在家里接客,而她自己则把孩子带出去摆摊。 如此一来,燕丽竟能天天看到孩子心里踏实,肖大全的生活也不那么孤单,倒也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 于是,燕丽答应了,自此以后,肖大全日日在家对面的街上摆摊,燕丽则上街揽客,然后就将客人带到肖大全的房子里面。 等到休息的时候,肖大全就和燕丽一起逛街,如同真正的夫妻一般,可他们只是搭伙过日子罢了。 这天,一辆轿车突然停在了肖大全的修车摊前,车上还下来了几个混混模样的人, 其中为首的那人正是黑社会的老大。肖大全本以为他们是来闹事的,可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了看一旁的孩子,也没说什么话,就开车离开了。 原来,那天夜里,黑社会的老大从按摩店出来就晕倒了,到医院一查,发现竟然是癌症晚期,命不久矣。 于是,老大买了礼品来到母亲家里,了却自己的心愿。 但可悲的是,母亲非但没有心疼身患癌症的儿子,反而还说,要死可以,但是你得给家里留个后。 老大有些心寒,但转念一想,也对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于是,她想到了自己和艳丽的孩子,便想将孩子带走。 可肖大全和艳丽日夜相伴,关系越来越好,早就像是一家人了,又怎么可能把孩子送出去。 不久后,艳丽终于决定和肖大全好好过日子,明年开春,她就不做小姐了。 和肖大全一起,带着孩子,好好生活。 而肖大全也没二话,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 于是,两人来到寺庙里烧香,以期能够洗清自己犯下的罪孽。 随后,就来到照相馆,拍了全家福,但好景不长,没过多久,黑社会老大就找到了他们。 肖大全见此情况,也只得连忙抱着孩子跟上楼,却看见老大正苦苦哀求艳丽,想要带走孩子。 肖大全不自觉地走上前去,老大有些不高兴,便把他轰了出去。 可肖大全也不听话,一来二去,两人就动了手,肖大全失手杀死了老大。 于是,肖大全吃上了牢饭,生死未卜。 但他还是安慰艳丽,你好好看着孩子,等出狱了,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。 艳丽嘴上硬着,却也深切地明白,肖大全出狱的时间,怕是遥遥无期了。 他来到了第一次和肖大全见面的餐馆,点了两碗面,自顾自地吃了起来,仿佛在祭奠自己死去的人生一般。 后来,艳丽回到了家,继续做起了懒客的生意,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。 然而,没过几天,扫黄的警察就发现了艳丽的勾当。 在追捕过程中,艳丽眼看就要被抓住。 千军一发之际,他只好将孩子随便塞给了一个路人, 但等到他摆脱了警察之后,抱孩子的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于是,艳丽开始四处寻子,却不料被埋伏已久的便衣民警抓了个正照。 艳丽也被关进了监狱。 阳光透过监狱的小窗户,悄然无声地洒了进来。 艳丽看得出了神,他幻想着,自己把孩子交给了肖大全。 他盼望着,属于自己的阳光,可以早日到来。 戚风吹得心凉透,一缩苦与浓,醉伤是青秋。 知影独掉泽蒙舟,寻得孩儿处,终究一清幽。 此身落魄成囚后,心思嘱托去,浊泪莫能休。 老来旧恨染心愁,一腔时光水,毕竟不回头。 下岗后,没有生活来源的穷苦工人,产下一子,又将其遗弃的封臣妓女,抵看着他们狼狈而落魄。 我倒觉得他们心酸又无奈,他们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。 瞎大全,哪怕是靠着那个修车摊,也有决心能和丛良的逢艳丽好好生活下去。 两个都经历过戚风苦雨的人,拥抱在一起,也能给彼此一些温暖。 可残酷的现实,却让他们无可奈何。 他们不是穷凶极恶,他们只是没有选择而已。 如果人人生来幸福,又有谁愿意风尘仆仆呢? 故事配老酒,明昭在聚首。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。 我在等诗,也等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